红达电推出新机抢攻中阶市场策略奏效 第三季的业绩开出红盘 预估第四季在新机效应的益柱之下 营收挑战计增2.6个百分点 至于平板市场也不缺席 红达电和Google联名推出的Nexus 9 预购也有好消息传出来 支撑了第四季的业绩表现 点进照相机前后合拍模式 能够同时拍下照片直接合为一张 红达电发表最新Desire-i 以及荣获IFA柏林消费性电子站 最佳产品大奖的Desire-820 锁定中阶智慧机市场 我想就目前我们看到的HTC的双旗舰 HTC-1 M8跟Butterfly 它的这个销量还是稳健的在成长当中 配合我们今天两款Desire-i跟Desire-820 中阶旗舰的推出 在今年第四季应该可以维持一个稳定的市场的成长 红达电第三季业绩开红盘 延续第二季的获利能力 现在再加上新机销售撑腰 预计第四季营收 渴望再冲高达到430到470亿元 较上季至少成长2.6个百分点 挑战全年转盈 Nexus系列的平板 目前是处于这个公布应求的阶段 所以我们正在加紧的这个增加我们的产能 强攻智慧级市场 红达电也没放过平板商机 与Google联名推出的Nexus 9首度现身会场 以铝制边框包裹机身 搭配8.9寸大萤幕超吸睛预购报喜 让红达电对于平板市场更具企图心 礼平一年内再推挂有HTC品牌的平板 抢占市场不缺席 分身成为又台北报道